今天是2022年5月30日 是星期一 由於現在天氣都相當熱 今天選了一條比較短程 全程只有7公里之內的行山路線 我們由東涌坐巴士去到漁景灣 在漁景灣起步 就經過黏樹灣 經過了黏樹灣的沙灘之後 我們就開始進入上斜路階段 向神樂園進發 去到神樂園 在這裏榴槤參觀一陣之後 我們就開始正式走上山頂上 有一個停的位置 那裏景觀相當開揚 可以看到風景 回程 回到沿途可以看到煤瓦大景色 下山之後很快就走到這個 陈礦灣的沙灘 來到這裏就結束我們今天的旅程 全程大概走7公里左右 早上9點54分 來到這個東涌東鐵站 東匯城出口這裏 今天天氣都幾熱 現在的溫度已經是攝氏30度 很高的了 那麼我現在先去這個魚景灣 坐巴士的魚景灣在前面 好像是db01r db01r db01r 是的 那在這裏 休息一會兒 看看海景 這位小姐是誰來的呢? 看不到你 這位小姐 剛剛未睡醒 看不到你的樣子了 是呀 忘記戴帽子 又買不到這裏 真是慘 買不到 所以 是呀 唯有頂住先 是呀 戴著保鮮 好了 我們現在走去這個黏樹灣 黏樹灣 是呀 向前面即行 在哪裏 我們沿著這個位置 一路向前去 在前面那裏 一路走到盡頭 轉右就會出回 一個馬路位的了 好了 來到這個位置 在前面 通過前面一條馬路的 就會出回去了 那今天星期一 相當休靜的 出到馬路呢 我們現在過去對面呢 在右手邊呢 就有條路出到這個沙灘的了 好了 由這裏開始進入去 香膠的路線了 前面有個小沙灘 前面一路去呢 就是黏樹灣村來的了 好 待會兒會有個沙灘 比較明顯 比較大一點 比較漂亮一點 那這裏一路呢 就是沿著海邊 別人的屋旁地經過 好大個指射煤窩的牌 這個牌寫著神學院 其實應該是神樂院才對 好大個指射煤窩 哦 來了這裏呢 擋住了 要逛一下沙灘 沙灘對面呢 就是平州啊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一路呢 聽著那些海浪聲 拍打過來 經過黏樹灣呢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就是有些屋都有人住的 海邊的浪拍打過來 都幾好聽 這個位呢 就是指示我們去梅窩 經這個神樂院的 現在 開始進入上級階段 來到這裏前面的屋 轉右 這間屋以前有很多隻 惡狗經常吠 那現在開始進入 慢慢上斜路的階段 左手邊下去呢 就是去到這個碼頭的 我們是轉右手邊 向這個神樂院方向 繼續上斜路 大概上 一段路幾百公尺 我想 一段路幾百公尺 不過現在陽光都非常猛烈 如果現在完全沒有風 更辛苦 我想現在34度都應該一定有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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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洗手間 那邊 去一去洗手間 順便在這裏休息一下先 幸好這裏有些風 啊 好熱啊 非常熱啊 右手邊 右手邊 那現在趁著休息的時間 看看一大附近外面的風景先 那現在看過來遠方左手邊 看到少少余景灣那邊 哇 香港島都看到啊 這個休息位呢 附近一帶都幾清淨 尤其是今天沒什麼人 那在這裏坐下慢慢欣賞一下風景 喝一下食一下 補充一下都不錯 遠望呢有些很大的石頭 海洋中心呢 就看到有船走過了 好了時間是11點49分 我們在這個位置休息了一大段之後呢 向神樂園那個教堂出發 這裏就是神樂園那個聖母堂裡面的公園仔 那在花園中間呢有一個叫做聖母亭啊 啊 教堂呢響起終聲啦 這裏向前直入去呢就是教堂的位置來的 好了我們現在走進去看看先 哦原來疫情關係封閉了就沒得進去看了 我唯有回頭咯 我們離開德神樂園呢就向煤窩方向出發 那這條路呢就是在水煤窩的 那一會走到前面呢呢 有一條大斜路上上到盡頭呢 有一個停的 上一段小斜路上來現在繼續 這條路再斜一點咯 而且陽光都好曬下 啊 竹節尾走完上這條大斜路都幾索氣啊 跟著就有樓梯級上去上面一個停的 神樂園上來這條斜路呢都不要看輕它哦 天熱呢這麼濕的情況又熱之下呢 都想好耐哦 這一道旁邊呢上到盡頭呢 上到盡頭有一條路呢白色絲帶 這個叫做洪水山 什麼什麼水山呢 那個單山頂上面 那我啊繼續向這個左邊樓梯上去上面的停那裡了 那樓梯上到來之後呢 這裏就豁然開朗了啦 景色非常開揚啊 前面看到一個就是洪水山了 那再過來呢 那再過來呢 遠遠地那個就是高爾夫球場 和那個漁景灣一帶的 前面這個島仔呢就是平洲來的啦 好遠地看過去呢 左邊就是九龍 右邊就是香港島 小 miel道路痛的那邊呢 沆 convolution中呢 唐嘅scheidä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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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ää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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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ää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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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 IRR adaptedbagai Playstation one moreia 當衔妳まああait的坐航 masterpiece 這麥 Un behand вся besides vulta 太今更想像個余的醋余的? 小鮮余的山dot羅 vídeos 慢慢享受一下附近一带周边宁静的树林环境 现在另一边角度望过去 远远都能看到这个就是长洲来的 现在向下看下去 这里其实已经是梅窝来的 右手边应该是近梅窝码头那边 不过这些树就遮住了 在这条前面望过去 那个铁就是落山的位置来的 好了12点57分 在这个梁庭大休了之后 起码都超过大半个小时了 没有也有半个小时了 你也睡了很久了 睡了半个小时了 真的吗 差不多了 没有想不到 是啊 这么大个女儿 最多走过多少路啊 我想我没有计算过 但是药莫呢 药莫 真的不知道啊 应该都不少啊 应该都不少啊 所以你说一天啊 还是 一次吧 一次吧 一次过啊 是啊 最长 上次都长假二十多鎭 现在这一来都是落山的位置 这里已经看到了煤窝下面的银矿湾 还有这边远看那个煤窝码头 其实现在落山这个角度都挺开扬的 不可惜天上面就不稳了 如果现在蓝天白云这个角度这样看 这个沙滩银矿湾应该是很漂亮的 现在都不差 这个就是煤窝码头 看到这船道轮正在向这个煤窝码头 在左手边远那里 长洲 在左手边有些好像围住的呢 就是喜宁洲 非常漂亮的 对 我认为是有头颓 不小心 不要摸到魂盖顶 黑就烂 沙满很静静 看来人都不准备 人影都沒有 來到這個位置,風繼續吹 風繼續吹 帶到遠來 對了,可以這樣 走到這個位置,差不多 稍後到下面的屏位 下這一小段樓梯下面 就差不多到了 好了,樓梯走完 回到這個路,向右手邊 轉右,就回到這個沙灘那邊 今天是星期一的關係 沿途都不是怎麼撞到有什麼行山的山友 在山火拍攝烏鷹 就死了很多隻 哇,今天非常熱 雖然是一個短程 但是走上來也挺辛苦 主要不是路是辛苦 而是太熱得很辛苦 很想喝冰凍的東西 對了 足行山友 這個肥老麥 健康快樂 1點27分 來到這個東頭灣 東灣頭 遠望這個梅窩一帶景色 東灣頭路 東灣頭路 好 嗨 今天走上這個路程 Cita有什麼發表 很曬 很熱 還有沒有 只是很熱 其實路程很短 但是很熱 而且我忘記戴帽子 一會兒有東西喝 好,我們現在去那個地方 沒錯 現在去啦 在哪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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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沙灘上休息一下 先 嗨 在想著哪兒啊 在想著 人生啊 這裡有沒有午餐吃 看看 這裡有沒有午餐吃 電腦送餐喔 原來啊 自動送來的喔 好了,今天我們走完這個短程的 遠足之旅之後 現在就去梅窩碼頭 搭巴士 出去東涌 完了今天的旅程了 今天的二人行 我們享受完他的午餐 二人行 一日一日 一日一日 好了,吃完這個下午飯 在銀礦灣那個酒店的餐室 我們來到這裡 巴士總站呢 坐這個3M 出去東涌市區了 那麼結束今天的旅程 下期再會啦 我們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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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待